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G20领导人峰会发布会上称 美方将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公司出售产品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落实这一承诺 并尽快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 关于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方始终强调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磋商 如果达成协议应该是双向平衡平等互利的 中方的核心关切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阅